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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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就算 procé 星期二晚,欲文匯客室 特勒獨行,黃秋生 有一次有人弄你讓黃姐上去 米花獎 這個位是金帳奬 我穿得很漂亮的西裝 那天下雨,下雨我已經出門 我就買了一把很漂亮的麥克蘭 這麼貴? 麥克蘭,因為要走路 突然下雨,當時還亂奮錢 誰知道又沒有下雨 下雨後就拿了一把雨進去後台 後台動動動時就有一個編劇 她的夫妻也一樣,這麼差勁 原來我老婆都是那些文化人 經常在混淆是非黑白的人 走過來跟我說 那把雨很漂亮,對嗎 馬上拿上台吧 我說甚麼?我不要 不是,馬上拿上台吧 我拿上台做甚麼?我說 很漂亮,拿上台吧 他說上台頒獎,為甚麼拿上雨 想起你了… 再堅持 我早就明白了 好… 現在說你就明白 免得說,不,再說 我又說,你想害我嗎 然後她說,你也挺聰明的 我真的…遮掩頭是降的 我真的想拿遮掩頭 特勒督行,黃秋生 星期二晚上10時 myradio.hk 欲敏匯客室 千萬不要錯過 好,歡迎大家收看第二節的 本土最前線 楊阿朗主持的環節 說回專享計劃 本土最前線有一個專享計劃 就是凡是所有訂購月費的觀眾 如果可以在12月31日之前 繳費2019年1月的節目月費最多 而支付的總額 超過1000元的網友或觀眾 你們就會得到 我們myradio送出的一隻 黑膠唱碟 這個黑膠唱碟 就是白色碟莊 張國榮先生 1985年 所出版的為你鍾情大碟 這是原裝正版 不是覆黑版 希望各位觀眾多多支持我們本土最前線 我們第一節就說到 你們兩個組織 就是學生動員和學生獨立聯盟 都看到朱凱迪的DQ事件之後 你們都覺得不可以再在意待斃 不可以再等 或是假手於人 去等待所謂的代議事 一些叫做立法會議員 或者政黨 一些政治人物 去幫助我們香港人 去做出一些行動 而是你們自發地去做一些行動 但是問題在於 剛才我們也在一些新聞的報道 或者你們的專頁 Facebook page 都看到你們會向美國領事館 或者相關部門去反映這件事件 以及收集多些港共政府的官員 怎樣賣港的罪行 去提交給美國的議員 或議會 但是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行動呢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本土派 經常吊一些左膠 或泛民 說他們勾造 行禮如宜 或者他們有時遞訊 或請願 都覺得沒什麼用 你們的實質行動是怎樣的呢 交給你們說一下 其實先說法案的內容 就是想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是建基於美國的香港政策法 即香港關係法 其實我不說了所有內容 因為比較長 我最重要的兩項 其中一項其實跟我們這次的行動 是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國人說 美國那邊 如果一個法案是立法了的 就有權去凍結一些 侵害我們香港人權 以及民主的官員 無論是香港官員 或是中國官員 都會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甚至乎禁止他們入境 所以其實對應我們學動 以及學讀委員那邊的行動 就是為何要把選舉主任的資料 交給美國警示館 可能很多人又很不理解 其實他只有一個小卓 是聽證於政權 但是這一個 亦都是 作咒為虐 幫助了政權 去損害我們香港人的選舉權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的行動 主要是繼續促請美方那邊 就着法案去立法 其次就是去制裁一些 侵害我們香港人權 以及民主的官員 其實我相信這次只是一個 開始 這一次的行動 因為不單止那一名選舉主任 是侵害了我們香港人權 其實過去兩年的 不同的選舉主任 而至於很多的香港官員 其實一樣是在做一些行為 所以其實未來都應該會 去做更多相關的行動 甚至是建立一個名單 一個官員名單 去交給美方那邊做的紀錄師 即是一個比較長期的抗爭 不是單一 因為太多的馬來港官員 可能那個名單真的長得很長 就這樣說DQ會 也有之前的選舉主任 馮華 梁天琦吊那個 學禮償 馮華 我吊你老母 這個出名 然後還有 你講的特首 也是由董建華開始 開啟了這個釋法的一個 大門 董建華是第一個提醒 這個人大釋法的 中國的政府釋法 這個是一個很壞的先例 破壞了香港的法治 去到現在 很多單的事件 譬如說 很多一些不公義的事 譬如說 雨傘革命 拘捕了很多人 初一旺角 拘捕了很多人 很多人成為一個政治犯 受到很多不合理的刑期 坐在監 其實這些事一直都在發生 所以我們就 而我們鑑於 為何我們這兩套組織會誕生呢 就是學生動員 或者學讀聯 或者民族黨 或者半民前 青年新政 為何雨傘之後會有這麼多這些組織 去誕生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看到 一步一步來的 就是首先 原發外法國化民 是做不到事情的 然後就民眾自發地 由黃之鋒發動 這個月傘革命 都是很強調 這個和平非暴力 當時我們用這個傘 去講無焦貧霧 甚至我們其後的光復行動 都是用手去擋你的警棍 擋你的胡椒噴霧 頭也被人搏 我親眼看到 有個人的頭也被人搏 被人搏 在光復的時候 在行李箱的時候 這些非暴力的手段 都可以做的都做了 所以其實其後產生了一種 脫離中國的思想 越來越多 不是那時候產生的 但越來越多人相信 覺醒了 原來到了絕路 為何說了這麼久的真普選 都沒有爭取到 因為越來越多人 會發覺在中國統治之下 是不可能有民主 所以才會 彈生到所謂的本土派 以後來的團體 其實我個人來看 首先是831的決定 香港政府是懶利 中國共產黨也沒有 談判破裂 沒有意欲去收回 其實 我會說 獨立的思潮 我之前請了鄭俠上來做嘉賓 我們也說了一點 看到 香港傳統的政黨 民主派 他們都不是為我們香港本土的人 去爭取權益 而 正正是831的決定 是做了一個轉捩點 而雨傘革命也是讓我們 對於中國共產黨 被香港人有民主的幻想 是破滅了 破滅了 我們香港人要考慮 我們民主的前路如何走 如果一直都是特區政府 一直都是中共去管治我們香港 那有民主嗎 我們如何去取得民主 我們會覺得 脫離中國共產黨的管治 脫離 即是叫脫宗 別人是脫嬰 我們是脫宗 或者叫解殖 因為中國共產黨 現在都是另一種殖民 在控制我們香港 香港開埠 中共還沒有出生 對 即是不斷去赤化我們 我們香港人如何保衛家園 不再受中國人的侵略 文匯報今天就吵過我 說我們大陸躲 芝拿 低等民族 這是事實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下來香港 走地去柯寮 然後橫衝直撞 又要我們說普通話 去遷就他們 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香港人已經受救了 即是這群蝗蟲 是蝗蟲 是不斷侵略 去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們的生活文化 而民主也不會有的 我們的特區政府 也是不屬於我們香港人民 我們香港人民 每年交稅 請你的那群香港警察 是做些甚麼呢 就是一群黑警打咬我們市民 沒錯 人家市民去爭取 或者我們學生去爭取普選 這件事 正在打壓我們的政見 對 而這個政見 最慘的是普選的訴求 是連你的那群黑警 都是包含你的權利 你們有票可以投選 你的所謂的特首 但他們也不會理會 他們是打咬你打咬你 說你們是暴徒 那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 你叫我們暴徒就算了 和理非也叫我們暴徒 還要舉高雙手地任打 我們不是畜生 我們不是純粹反抗不了的人 我們有自己的火 我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其實《基本法》 第27條都說明 其實我們是有表達意見 有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自由 現在已經開始消失了 各樣的自由 所以其實去到這樣的地步 我們香港人還有什麼路可以選擇 你說要民主要自由 沒有 現在不停地收窄 我們的人權自由 我們的權利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當家作主 我們就要挺身而出 香港獨立是一個中國共產黨 以及港共政權 逼出來的 我們本身沒有人想要 我們也是相信在這個特區下去改革 去帶來民主 但是現在這個政府 令到我們的幻想是破滅了 我們才會去爭取獨立的一件事 不是我們要這樣做 而是我們只剩下一條路可以去走 當初說一國兩制的承諾 是完全破滅了有名無實 聽眾可能覺得 什麼民權投票那些 可能關什麼事 我都有一份好功 我豈不是有空去查個股 但現實一點 其實在中國管香港之後 香港的地位 在亞洲金融的地位 已經是大不如前 其實你看到 最近是有些 也不是最近的事 其實新加坡 其實已經在西方的國家眼中 已經取代了香港 很多的大型會議 現在都選在新加坡巨行 而不是選在香港 還有香港的經濟 其實你是依賴了中國很多 包括你的旅遊業 那些 這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現象 再說你說你就是想要炒股 其實現在香港的股市 其實充斥著很多大量的中資股 其實你看到很多中資股一上市 沒多久就跌了九成八成 去娛樂香港的一些股民 那這個其實正正是赤化的一些現象 只不過其實可以是很貼地的 為何要搞香港獨立 其實可以很貼地 是很關乎你的錢 很關乎你的利益 就算你說我只是關心錢 香港獨立其實就是可以保障到 商人在香港一個自由的經濟 還有保障到你就算不是從商 你就是想炒樓 但是香港之所以 那些樓價為何那麼值錢 香港為何那麼多東西都那麼矜貴 就是因為有這個美國的香港關係法 這次真的要說要不是美國 我們陳樓真的不會那麼值錢 近來美國都說要重新審視 我們香港的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 這個就是源於我們在中國統治之下 我們的自治權是受了剝削 其實如果我們香港是獨立的話 就根本不會有一個問題 雖然未去到要求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 但是別人外國都有眼看 會看到你香港社會的人權自由的空間 越縮越窄的時候 是否仍然是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 是否仍然是一個理想的貿易環境 香港人是一個職願 隨時是爆發的 變成一個計時炸彈的時候 民怨那麼沸騰的時候 人家外資還有沒有信心投資在香港呢 所以慢慢有些人開始領域其他亞洲的金融城市 去建設他們的總部 而我覺得雖然未這麼快 一跳跳到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取消香港關係法 我看到的是你們兩個組織嘗試做一些事情 而這次要求美國政府嘗試去正視 不是一個個別事件 而是多宗香港的官員怎樣賣港 其實我剛剛聽你們所說 其實不單止去搜集一些做DQ決定的政務官員 或者是一些香港的高官 其實周年所有的公務員 凡是曾經賣港打壓過人權自由 包括是集會自由 黑警那些 其實我們背後的背景 雨傘革命的期間很多很多 打份工不是一個可以賣港的理由 你有權選擇是否做公務員這個決定 是的 沒理由打份工 我給你打份工 但你沒理由在你打工的時候 是專門在一些市民眼前、面前 只有幾吋的距離 噴那個胡椒噴霧 沒理由拿著長槍 去堆住別人的面部 明明都沒有受威脅 明明生命沒有受威脅 那些人是在這裏 即是 背著手的樣子 走來走去 拿著威脅 有什麼理由用一支槍 去對著人 還要去到旺角的警民大衝突 朱經緯 朱經緯就是羽散革命的時候 而七警 其實全部都是納入香港的官員或政務體系的制裁名單 而去到旺角警民大衝突 大家和和平平和和氣氣地購買魚蛋的時候 你們這些香港警察就要武力去驅散 還要是當你這樣逼起文憤的時候 開槍 向天開槍的示警 還要是第一個扔尊的其實是警察 不是我們這些小市民 所以這些全部都要納入制裁的黑名單裡面 我們賣一個廣告再回來 是 哥仔,在做甚麼 我在找動物在哪裡 甚麼動物在哪裡 甚麼,今天25號 我在賣動物在哪兒 不是1號才交嗎 你不明白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日才交,可能會失去一集 原來是這種新玩法 又是月尾,借著電腦來 我自己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好,廣告回來 我們楊日朗主持的 逢星期二晚本土最前線 我們剛剛說到 兩個組織 學生動員和學生獨立聯盟 都提倡要 成立一個制裁香港 賣港官員的黑名單 香港賣港的官員 不僅是政務官 政府的高官 就連一些前線執行的公務員 全部都要納入這個名單 七警、朱經緯 還有那個 旺角警民大衝突的 開槍事件的警員等等 但問題是 你們兩個組織 將會去美國領事館請願 普通的香港市民可以做什麼幫忙 或者參與呢 剛剛也有一張圖 學讀員召集人 陳駕駛 有一張圖已經說了 不僅是我們兩個組織去交請宴訊 甚至乎我們學生動員 寄了通訊去美國國務院那邊 其實香港市民 一般的香港人 其實都可以去找一些曾經賣港的官員 他們的資料去交給我們兩個組織 再給我們去做我們相關的工作 其實大家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出來遊行示威 已經不是很高成本的事情 只不過是可能上網去找一些資料 然後去交給我們 其實這些是可以說沒有成本的工作 而且是有效對我們香港有幫助的事情 這些只是一些比較簡單的事情 很溫和 另外還有一張圖 其實說了這麼多 如果真的有一些公權的人 即是我們香港議員 尤其是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郭榮鏗那些 特意飛去美國 希望玩牛的面 即是那些稅制那些事情 但究竟他有沒有願意去美國 去談談我們香港的人權 這個就是有點廢解 他聲稱是站在我們那邊 人民那邊 但他就沒有如實反映到 香港一些賣港官員的情況 或者一些司法、立法、崩壞的狀況 就是一味要求別人不要取消這個 反而是去外國去騙人 說我們香港的自治權 還是一樣 還是很好 好像梁家傑都說 殘而不懲 都用得到 其實根本就是出賣香港人的人的利益 還有另一張圖 就是學棟也寄過信給特朗普 其實黃之鋒也提出過這件事情 沒錯 所以我們要延續他的精神 其實他這一步是走得很好 我們現在就要去強調這件事情 繼續去做 繼續去做 持續去做 因為其實未來不排除 會有一些街站或集會 其實很需要各位市民去參與你們的意見 很重要 可能在香港政府面前 你們的意見根本就沒有用的 香港政府不重視你們的意見 因為香港政府是一個獨裁的政權 但是美國不同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很重視一些民意 所以你們的意見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有集會那些 我希望大家都站出來 因為香港的未來也是你們的 除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你們學讀聯 是否也提出其他行動 我們可以去圖 其實這張圖是剛剛說的 學動 曾經寄信給特朗普 我們可以繼續去看 其實我們也可以說一下 你們接下來 就會開一些街站 我相信 也會希望呼籲多些市民 宣傳也好 宣傳我們的理念也好 我們也認為 很多香港人都不太理解 什麼是香港與民主法案 人權與民主法案 是一樣的 就是希望未來更多的機會 去跟全香港的市民解釋 解釋 解釋一件事 我們可以再錄一些圖 我們可以錄幾張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這些就是 學生動員所做的過去的行動 我們可以再看 我們去到下一張 就是去到 他曾經與 一些叫做反港獨的土共 去對馬 我們可以再看下一張 那去到 學生獨立聯盟 你們也是做一些 叫做 嘗試聯繫外國的 或者國際關係的事務 希望可以合作 因為有時候 獨派的利益 有時候會和美國的利益 可能相近 大家合作 就可以抗衡中國 抗衡香港的赤化 我們可以再看下去 這些就是過去 學獨聯的一些行動 可以說一下是什麼 可以一直按下去 有三張 這是美國的領事館 其實也是香港人權民主法 要求這個落實 去制裁賣港官員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和泛民的分別在哪裡 泛民可能是要求和政府去談 但是政府不肯和你談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事實 政府根本就不重視我們的民意 所以我們就尋求一些 例如美國的協助 例如之前也去過英國領事館 美國領事館 希望可以談談 如何合作去抗衡中國的入侵 我們就看完照片 其實可以說 我們本土派 或者叫做獨派 其實我們所做的那個工作 不止一些街頭的抗爭 不止一些埋身有博 和黑警的對抗 可以做一些很斯文的工作 變成在我們現有香港的框架裡 我們要繼續抗爭的年輕抗爭者 或者組織 我們要更加聰明 因為我們在街頭戰裡 我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多了 目前來說 我們很多人都在監牢裡受苦 而那個重判 目前為止是六至七年的刑期 我們不能白白浪費他們的付出 而我們也不可以 變成這個沉重的教訓 讓我們知道不能輕舉妄動 我們知道 我們要更加聰明 我們要更加聰明 我們要在香港 現時的框架底下 可以發揮空間裡 去抗爭 而你們的方向 可能就是我們看到 香港依然即使如何退步 但是香港依然和一些國際關係 尤其是美國、英國 還有很緊密的貿易關係 我們如何在這個合逢之間 去生存 去嘗試借助 國家級的力量 去抗爭中國共產黨 我覺得正正是現在 美國的總統 是特朗普 那時候 我們就要把握這個時機 我們香港人 或者本土派 不能再坐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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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機 變成就等吧 看好戲 吃花生看著 特朗普怎樣搞中國 到時就知道 要看香港政府如何 和賣港官員如何 但是 不應該坐在那裏 如果我們香港人 都不去做事的時候 其實外國想幫我們 都幫不去什麼 沒錯 他要找個位置 比較容易 如果我們站出來 表達到我們的意見 香港人 還可以發揮的空間 要發揮 正正是剛剛說的 搜集賣港的名單 交給外國人 人權方面 在香港關係法裏 檢討 看看會否可以加一些條件 當你告訴中國 告訴中國共產黨 告訴中國共產黨 告訴港共政權 原來 香港關係法 美國對於香港的優待 不是自由永有 不會損失 而是當你看到 香港的人權狀況 越來越低下的時候 香港政府怎麼打壓人民的時候 是會因為這個條件下 慢慢去取回 是會影響中產和商家的利益 就是錢 但是香港人最關心的錢 其實香港獨立 就可以保障到這方面的利益 其實不是很貼地的一件事 其實不是一些什麼恐怖的事 也不是泛民經常怕自我審查所說的紅線 不能說 其實更加應該要去說 更加要勇敢站出來說這件事 我希望在這一集裡面 為何我特別邀請他們兩個組織的代表上來 去解說他們將會進行的聯合行動 去回應朱凱迪被DQ事件的風波 這就是我今天這一集的目的 希望讓各位觀眾 可以了解到他們的行動背後的理念 你們兩個組織想在一個困局 大家都不知道有什麼方法的情況下 怎樣走的一個方向 就是在一個我們香港人 還可以有限度發揮空間裡 在一個跟美國的關係裡 去嘗試爭取一些 保障我們香港人人權的事情 希望各位網友可以了解得多些 如果你們有什麼疑問 當然可以去到他們的專業 他們的組織聯絡去詢問 或者你們有什麼更好的建議 絕對不要收起你們心裡 去說出來 讓我們本土派或者香港人的 一個民主前路可以繼續推進下去 而不是坐在這裡坐以待斃 今晚我們節目來到這裡 但我們10時會有 旭敏匯客室 今天有重頭的嘉賓 黃秋生先生 希望大家繼續追看 我們買Radio的節目 下一集我們本土最前線再見 拜拜